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科暗戰 今天是7月23日星期五 在放假之前又看看這個幣圈發生什麼事 根據CoinMarketCap的資料顯示 截截稿之前BTC現價佈32451美元 過去24小時的升幅達到0.75% 而ETH現價佈2065美元 過去24小時的升幅達到3.11% 接著又來跟進其他二線加密貨幣的市況 在過去24小時中升幅最大的二線加密貨幣是XLM 現價佈0.2678美元 過去24小時的升幅達到7.65% 而第二大升幅的二線加密貨幣是DOT 現價佈13.16美元 過去24小時的升幅達到7.39% 接著又來跟進其他重點消息 今天第一宗新聞繼續是Block Fry 根據CoinTelegraph的報導 新澤西州和阿拉巴馬州的金融監管機構 一起對加密貨幣借貸平台Block Fry採取行動 而德州證券委員會 亦是今日正式成為加入其中一份子 針對Block Fry申請這個終止及停止令 理由是這間公司未能提供在州或聯邦層面獲得的證券許可 根據星期四提交的文件 美國國家監管機構將會就這件事舉行這個聽證會 指控Block Fry通過出售未註冊證券 非法為其加密貨幣借貸業務和他們的交易提供資金 如果法官接受平台在加密貨幣上賺取利息的帳戶代表未經許可的證券 Block Fry就可能會受到終止及停止令的限制 Block Fry除了面臨新澤西州證券局的終止及停止令 阻止他們加入新的利息帳戶客戶之外 今日阿拉巴馬州的證券委員會還發布了一項命令 給28天的時間這個平台來解釋 為何他們不應該因涉嫌在該州出售未註冊證券而受到類似的監管處罰 而德州普遍被認為是一個歡迎加密貨幣和區塊鏈公司的州份 他們的州長曾經公開表示支持有關加密貨幣和區塊鏈的當地法律 在6月份的時候他們還通過了一項法案 根據該州的商法承認了這個加密貨幣 如果有放框在Block Fry的朋友記得密切留意事態的發展 下一則消息 摩根大通向所有客戶開放加密貨幣信託交易 根據報道摩根大通已經成為美國第一間 向所有財富管理客戶提供比特幣和其他加密貨幣的主要銀行 摩根大通價值6300億美元的財富管理部門顧問 現在可以在接受買賣五種加密貨幣的產品 包括Great Scale的比特幣信託 Bitcoin Cash的信託 還有Ethereum的信託等等 根據Business Insider獲得的一份內部備忘錄 政策變根將會在7月19日正式生效 新政策適用於所有摩根大通的客戶 但是不允許顧問向客戶推薦有關加密貨幣的產品 客戶必須要求進行有關加密貨幣的交易 傳統金融機構都紛紛開始加入Crypto的產品 拿著Coin的朋友都可以放心一點面對他們短期的波動 下一則消息 根據Coin Telegraph的報道 Binadim Circle K將會有幾千部加密貨幣自動提款機 世界上最大的加密貨幣ATM營運商 表示將會擴展到美國和加拿大的Circle K Bitcoin Depot今天宣布 已經在美國30個州的Circle K便利店 安裝了700多部Bitcoin ATM 這次擴張行動可以為服務不足的社區提供有關金融工具 並且吸引更多人進入加密貨幣領域 這間公司聲稱在美國和加拿大擁有3500多部加密貨幣ATM 貨幣兌換成為加密貨幣ATM數量 有顯著增加的跡象 可能很快就像7-11那樣 總有一步在我們阻止 好 今天的分享又暫告一段落 記得按LIKE、SHARE、SUBBSRIBE和加上一個小鈴鐺啦 BYE BYE